連校國人權的專員 雖然說去了北京 之前他一個人去 大家都很擔心他那個人權報告就不會出來 接著最新的信息顯示 雖然說有四十幾個國家就沒有出 但他最終都一樣發表了一個新疆的人權的報告 甚至都是真的直指中共是反人類的罪行 那見到美國的國務卿就不能肯定說他一定會在野 又為這些人討回公道 不是見到國際層面 不論是政治層面或者是軍事層面上似乎對 將中共選擇去對立面的國家似乎是越來越多 這份報告你預了會做的 你都接了別人去那裡看 難道看完就算數嗎 所以你預了他會做的 不過問題是現在出來的結果 令到北京很難堪的 北京以為招待了你去 當然要給丹安娜較遠 招待你得好地地 接著王毅又見你 習近平又跟他送電話 然後還要送來習近平的本書給你看 習近平怎麼看人權問題給你看 但是這位人權專員就不會做的 繼續發表一份報告 那份報告應該是北京看過的 所以就很不滿意 用盡便發阻了 不讓他發表 但是別人一個人權專員 級別這麼高 聯合國秘書黨直接委任 難道去完之後當沒事發生過嗎 報告總要寫的 而份報告本身呢 雖然只有幾十頁四十幾頁而已 但是有三百幾個Foodnote 那就是說人家都每句話都有裝有證的 而且也不只是靠去訪問那一段短時間 裡面是由2017年 他們公署接到大量的個案開始講起 接著講到國際傳媒的報導啊 他們自己也做了四十個深入的訪談 那這些全部 這四十個裡面全部都是一些收藝少數獨裔的 那聯合國做得訪談 出得街的肯定也是經過很審慎的背景審查 知道那些人的歷史和背景 肯定是有一定的可信證才會講的 那所以這個報告書呢 早晚也要發表的 不過現在這位不注意呢 免得很大壓力 又被四十幾個國家維拒 那他才拖拖拖拖拖拖到他離任前十幾分鐘才發表 那意思而已 報告書用的調子都很高的 因為事實上就 他是指北京是涉嫌 有違反人類的罪行 這樣他雖然說是涉嫌啦 但是這個說法真的指控也很嚴重 有一個可能性呢 就是會令到聯合國不得不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去調查這件事 那這個對中國來說就是 這個人權專員去完訪問不但解決不了問題 還製造一個新的問題要中國面對這樣 那所以才會這麼不高興的嘛 那你四十幾個國家阻礙不了他 那當然啦 他也要維護自己的聲譽的 他退休之後還要 你不知道他還想怎樣的嘛 他也要保護自己的明星的 他說假假地都是人權專員 也是智利的前總統 那難道就是 為了吃了你幾餐就可以 大為自己的明星說假話嗎 那所以他臨到落任前發表呢 我覺得已經是在他這麼大力下的一個應有之義來的了 也不可以不發表的 那北京自然一貫反應啦 就是唯有政治目的啊 充滿政治邊見啊 就是 操不干涉內政啊 這些是泛民來的啊 是泛本來的啊 照說吧 但是老實說 人家你邀請他去的 他想去你給他去的 有沒有好說啊 你一開始就不要讓他去咯 如果他干涉內政啊 他說他非法 甚至非法 人家去完之後 加上其他資料做的 你就說了非法咯 就是不適合 合心水就十分公正 不合心水就非法 這些是中共邏輯 那我覺得就是 只是被人笑而已 那我覺得就 現在報告書派表了的了 調子也很高 說他涉嫌迷反這個人類罪行 反人類罪行 那這個 雖然不是結論說他 反人類罪行啦 也是涉嫌都是很大指控的了啊 那 而且 和說你足足滅絕 就是一線之隔的啊 那所以 北京肯定會面對一些 新的問題 就是包括了國際社會 有些人會要求做些事情 那這個可能已經不出奇了了 那事實上也都 你看看報告書 雖然只有四十幾頁 但是事實上有裝有證 很難抵賴的 那也都事實上 提供了大量的背景資料 去證明 其實他們的觀察和判斷是基於事實的 那 那北京的反應 大家看到啦 他不是說 沒有做過那些事情啊 他只是說他做的監察啊 那些全部都合乎國際標準啊 我不知道有什麼國際標準 是可以這樣做啦 但是他的反應就說 他做的全部都是國際標準啊 那就是已經不否認自己做監察啊 做拒禁啊這些東西啊 那就是 所以其實就 就是跟著那些問題 他會跟給了 我相信 還沒想到他最後的 一天的最後的幾個小時 出了那份報告啊 博士 是 真的是 起初莫外啦 其實我看到剛才有一個話題就是 美國國務院批准 給台灣11億的軍售 中共都說要反制和部市 但是另外 美部的貿易代表 代表的辦公室都公佈 現在都不會取消中國的關稅 就是維持 就是這個問題就是 美國現在的管治團裡面 有部分人都是 就是十分之反對取消那些關稅的 其實貿易貿易代表戴琪 這樣就一個典型例子啦 他的態度一直都說 就是北京年第一階段的協議都 沒有實踐樂言 所以他是 再說第二階段 不好意思 亦都因為這樣 他是很不贊成 就是取消那些關稅的 那現在 現在的說法就是 他也收到幾百個美國商會的回應啦 大部分都是不贊成取消對中國的關稅 所以拜登政府就純粹推租啦 那麼 現在的問題就是中國形象太差了嘛 那所以 任何對中國有利的一些措施 就算你用鬼猶如虎之力也好 在當地政府 美國歐洲也好 都很難過到關 那這個是 中國自己造成的結果啦 你那些戰狼外交啊 對新疆啊 對香港做這麼多壞事 是吧 所以這個是自己造成的 那麼在這個情況下 那麼你美國既然都 沒有意思去 修補造成的裂痕 那麼他繼續撐台 繼續出送武器給台灣 那麼這個也都 也都很難 就是根據美台關係法案 那麼他們繼續這樣做 那麼 那麼你也很難 很難說什麼的 很難的 很難避免的 那麼中共每一次美國對台授武都 真的跳出來反應的啦 那麼每次都說有強烈反應的啦 但是每次都是說而已 那麼這次說他反制 我不知道他怎麼反制啦 是吧 那麼就看就看下去啦 那麼但是美國都 公佈了啦 那麼我相信就 都不會收回的啦 我多關注啊 博士 20大之前 這個呢 面對國際的環境 中共那邊的態度會是怎樣呢 暫時看到他似乎都 挺低調 但是都見到 20大他是提前了一個月公佈 開會啦 之前好像是11月份的 現在提前了一個月了 另外這些都見到他現在 還在維持著封城的政策 好像神都啦 2000萬的城市 就說封就封了 跟著說同一個時間 去檢疫 的檢疫 跟著看到那個 排隊的人又說幫他 那個系統又幫他 另外也都見到 其實現在他一樣還在遷律著一些 政治上面的障礙 還有一些官員落馬的事 就是20大之前的氣氛就有點詭異的 是 就是李克強和他好像在發揮著不同的信息 那麼也都有一些高級官員落馬 那陸馬的尼歐市似乎都是 政治鬥爭的可能性比較高 那麼我上次都說過了 就是有一個可能性的 北海會議還有一些問題未解決 那麼事實上也都可能涉及就是 最後在 人事部署上有些爭鬧 那麼現在就去到在開會前這個決定 就是一個所謂決戰階段 恭維政治就是這樣 那麼峰會呢 就是20大其實就 以前的傳聞就是 可能9月底開 可能10月底開 可能11月底開 那麼現在就比最早的預期遲了一點 也比最遲的預期遲早了一點 但是怎樣也要開的了 因為涉及到新加政府 就是的埋班 那麼我相信在 就是10月底之前 現在還有一個多月 一個半月 現在10月十多路開了 在這一個月之間 你很難不排除 如果真的我估計沒錯 還有一些問題未解決的話 那麼可能還有一些其他的 過招 可能會在我們裡面 連出現都不頂 那麼大家唯有看下去 那麼這個就是恭維政治的特點 沒有辦法的了 那麼我相信就算習近平可以做下去也好 會不會真的出現 他做下去 但是他有部份的位置 可能總書記的位置用得出來 這個可能性也值得留意 但是現在 現在布市說到李克強 大概現在如果是他要退下來的話 你覺得他還會不會這麼勤力做事呢 現在都看到他還在開一些經濟會議 部署進一步的出台的經濟撤擊的措施 他在9月份還會推出一男子的經濟措施 這個你怎麼看呢 李克強就肯定不是他個人的問題來的 肯定是代表他一定有一塊板塊的 加上現在有一個傳聞就是李克強 既然是習不下了 你不但不下 甚至會上 有種講法是這麼說的 真是假的我們不知道 因為這個就完全破壞了過去 幾屆政府的慣例 大家記得幾屆政府 由江澤民時代 一直到胡錦濤時代都是這樣的 總理和總書記 齊上齊下的 兩任就走了 但是現在就 習近平不走 他不走似乎是定局的 你克強不跟著一起不走 這個可能性存在 我不能存在的 甚至不走之後還要搶回一些位置 是不是有可能呢 我覺得也不可以敗罪 所以正如我所說 北大河會議前面有些問題是未解決的 所以就看下去了 最後問你那邊的生活是怎樣的 你那邊好像通脹很厲害 能源都漲了幾倍 我暫時就 就是日常的食品 有些就貴了一些 但是就未至於說 貴很多 因為本身都不是貴的 因為本身你買一瓶牛奶 那都是 兩磅左右 現在變了兩個一 兩個二 兩個二 那比香港還是便宜 但是能源呢 大家比較擔心 因為能源費價升幅比較大 但是因為暫時未收到 是單獨的 那 這個沒辦法的 現在在 歐洲的景點都是通脹比較高 那大家 小心點 去規劃自己的場景 那生活OK的 整體的消費是跟香港相比都是多了一點 是嗎? 我又不是只是周圍去的人 所以 也很少外出吃東西的 所以就 不會覺得 貴得很厲害 那你日常在超市買食材 那樣 其實這裡本身的食材很便宜的 我又不覺得真的貴了很多 啊 就是 10磅仍然買到三塊牛扒 那這裡 兩個月前是這樣 現在也是這樣啊 你說我小派了 那我又不太覺得 啊 可能我 我不是很敏感的 對這些問題啊 那 鮮奶那些 貴了 我又不覺得貴了很多 真的啊 仍然都是兩磅多 買到十幾隻雞蛋 那我就真的不覺得貴了很多 真的啊 那所以就 就是 不是太過 就是不覺得太過難接受 我覺得也是 但是你說 一直有些交通費是比較貴的 這個打字 那想完 大家要小心一點 那就不要開直彈走走出去 這樣 我覺得這個大家 大家 小心去下自己的財政 嗯 我試一下 差不多心裡的手上就出路了 是 有什麼期待 是不是大家都 或者怎麼說呢 是 引電 或者說可以露殺 就戲那個 那個曹威斯 當然 當然 雖然 這次我們 我們不是保守黨員 所以不能投票 但是就 現在看來 那個勢 都是 就是 Litrace的 機會 大一點 這個真的 應該是星期一 就會有結果 這樣 大家就 看了 那 一般香港人呢 我所理解都是比較 看好 就是 Litrace的 因為大家喜歡他對話夠強硬的 是不是 那麼 另一個位呢 就是 原材上呢 大家擔心他 太過 親中的色彩比較濃厚一些 加上他自己本身的 外加那邊有些 大陸的生意 這樣 大家對他的信任比較低 這個 我講一下香港人的圈子 這個也反映一種情緒的 在移民過來的香港人的圈子 一般都希望 英國政府對華球一點 那所以 似乎大家都比較 看好 就是 女的那位 就不是那麼看好男的那位 這個意思 布希說說 說話這麼說 布希 你覺得現在選舉呀 或者是一些政策層面上 中共被人擺上台 的 的記錄 似乎越來越多 對中共 打中共強硬牌的 政治人馬就越來越多 國家都越來越多 都是的 因為現在中共形象差了 所以 打中共牌 真的是 漂泵毒藥來的 那 而且事實上 你無論這個最高領導人 包括他的政策 以至外交負荷發言人 包括他的駐外大師 那些嘴唸實在太太認真 就是你作為中國人都覺得他太認真 那你沒辦法的 那你在這裡 我們跟英國的朋友聊天 他們很多都對香港的情況有些概念的 就算不可以熟悉都好 對於中國的態度 其實普遍是不好的 就算沒有太強的敵意 都對這個國家沒有什麼好感 起碼我住這區我覺得是這樣 所以其實 北京牌 真是 撇銅毒藥 這個是真的 嗯 好了 我們今天就到超為止 謝謝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